十万块 连个车轮子都不止这个价 这话听起来丝毫很嚣张 尤其是从一个搬家师傅的口中说出 可事实上 繁华也的确是有说出这话的底气 想当年 繁华的身家虽然跟霓虹君比起来稍微差了点 可好歹也是身家几百亿的大富豪 他名下投资了二三十家上市公司 还是国内不少大公司的主要股东 你可真能吹 不知道的 还真以为你是什么公司老总呢 西装男一脸的鄙夷 他对于繁华的过往并不了解 自然是觉得繁华不过是在说大话而已 一旁的皮裙女也是听得一脸恶心 不屑地道 既然你们这么有钱 那还费什么话呀 你们倒是赶紧把钱赔给我们啊 你们不是说自己一个车轮子都不止十万吗 现在要是连十万块钱拿不出来 那我们可就只当你们是在吹牛了 哈哈哈哈 我 前一秒还强硬无比的繁华 此刻却是被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随后冷声说道 你们放心 十万块钱我们一定会赔给你们的 只不过 我们现在肯定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大不了 我们给你们写个欠条好了 一年之内 我们保证把钱全部给你们 这样总行了吧 于是西装男点了点头说道 好吧 这个法子我看还行 霓虹君他们顿时松了口气 不管怎么样 这件事情算是暂时拖住了 然而这时 却听陈东忽然冷笑道 你倒是还真有脸说呀 白减了十万块钱 能不行吗 霓虹君繁华他们一阵恶然 对于陈东的话 都是有些不太理解 西装男文言 更是气得直拍桌子 指着陈东怒喝道 臭小子 你什么意思 老子肯让你们打欠条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还敢在这里说三道四的 怎么着 给你脸了是吧 陈东轻哼一声 二话不说 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 我看 是我们太给你脸了才对 一记响亮的耳光 直接把西装男扇的一个亮抢 西装男直接就被这一巴掌给打懵了 好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就连一旁的霓虹君繁华他们 也都是金大双眼 满脸的不可置信 四年不见 东少爷 还是当年的那个东少爷啊 老光 你没事吧 老光 皮屈女赶忙跑了上去 把西装男从地上搀扶起来 当他看到西装男那被打得红肿的脸颊时 顿时吓了一跳 震惊过后 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愤怒 你个兔崽子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打我老公 你给我等着 我现在就报警 让警察把你抓起来 皮屈女说着 拿出手机 就要拨打报警电话 霓虹君繁华他们见状 顿时都是紧张了起来 他们好不容易才重新见到自家东少爷 若是因为他们的事情 却要让东少爷面临牢狱之灾 那他们可是要内疚死的呀 然而 面对皮屈女的威胁 陈东却是平静如常 不仅不慢地说道 好啊 你最好赶紧报警 也好让警察帮我们来瓶瓶里 看看涉嫌巨额敲诈 到底能判个几年 皮屈女文言 不由一愣 一时间心里有些没底 一旁的西装男率先反应过来 一边按住了皮屈女的手机 一边看着陈东 恶狠狠地说道 小子 你什么意思 你说谁敲诈呢 陈东轻笑一声 谁敲诈 还不够明显吗 这个瓶瓶究竟是古董 还是个假货 你们自己心里没数吗 霓虹君立刻从陈东的话里 听出了什么 就没道 东少爷 您的意思是说 这个瓶瓶是假的 陈东笑着说道 不仅这个瓶瓶是假的 连这整个事情都是假的 实话告诉你们吧 我刚才在电梯里 就听见这两个人密谋着 要赖你们的搬家费 这一切 都不过是这两人 故意给你们设的局而已 什么 霓虹君他们顿时愤怒不已 事实上 他们一开始就觉得 这个瓶瓶被打碎就很奇怪 因为他们搬东西 下来都是十分小心的 不太可能会打碎东西 而且 今天搬家的过程中 从始至终 他们也都没有听见 任何碎裂的声音 现在终于一切真相大白了 原来 他们是被这对狗男女给坑了呀 此时的西装男一听到陈东这话 顿时像是被人踩到了尾巴一样 怒喝道 你胡说 我们什么时候说要坑他们了 还有啊 老子这瓶瓶 可是这儿八斤清贷的东西 是老子 花了十万块钱 从新谷宅那里买来的 竟然敢说我的东西是假货 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知道什么叫古董 什么叫假货吗 就是 不懂就别乱说 我看你就是想赖账 皮群女也是跟着附和 陈东冷笑一声 我是对古董懂得不多 可关键是 你这个所谓的古董瓷瓶 未免也假得太狠了一些 随后 陈东便拿起那瓷瓶的碎片 说道瓷器这种东西 首先就是要看幼稚的火光 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 你这个瓷器多半就是从市场上 随便买来的清炒了房品 怕是两百块钱都不值 这种东西你都好意思拿出来骗人 我只能说 你还真是构计高人胆大的呀 听到陈东的这一番分析 霓虹君繁华他们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其他几个搬家师傅 也同样都是义愤填膺 我就说 我们这么小心 怎么可能会打碎东西 原来都是你个混蛋 故意搞鬼 连我们的血汗钱都不放过 你个诈骗犯 真是该死你全家 眼看着繁华他们 就要冲上来找自己麻烦 西装男却是猛地摆手 故作无辜地指着陈东道 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 心口糊粥 说着西装男拿起那张票句 一脸傲然地倒 看到我这票句了吗 我这东西可是从新古斋那里买来的 白纸黑字写着呢 还有新古斋的工章 难不成这还能有假吗 此话一出 霓虹君繁华他们 顿时又都消停了下来 是啊 这还有票句呢 这总不至于还能是假的吧 陈东只看了一眼那票句 便冷笑道 你说的没错 这张票句的确是新古斋的 票句肯定是真的 西装男文言 刚要得意 去听陈东又接着说道 只不过 这票句上只写着清代青花词品一尊 可却没有写明 就是你手里的这个词品吧 此话一出 霓虹君繁华他们 顿时恍然大悟 是啊 票句上虽然写着十万 可也不一定就是眼前这个词品啊 主要是西装男一上来 就把这词品跟票句一起拿出来 所以霓虹君繁华他们 理所当然的 也就把这二者给绑定在了一起 所以才会上了西装男的档 直到此刻 陈东提醒 他们才终于是恍然惊绝 事实被陈东点破 西装男的脸色也是不由一变 可他却仍旧是选择嘴硬到底 耿着脖子说道 你说不是就不是啊 我自己的瓶子 我还不知道吗 告诉你 这张票句 就是我这个古董瓷瓶的 我这个古董瓷瓶 就是值十万块 你不服气也没用 皮群女也是跟着附和 我老公说的没错 这瓷瓶是我们一起去新股摘买的 就是价值十万 你们要是非说这东西是假的 不值这个价钱 那有本事你们就去找专业机构验证一下好了 看看我们是不是在说假话 不过退一万步说 哪怕这瓷瓶真是假的 那也跟我们没关系 反正我们就是花十万块钱买的 既然是你们打碎的 就算这个瓷瓶只值二百块钱 那你们也要赔十万 懂了吗 要不说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然而陈东却仍旧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你们一起去新股摘买的 行了 小故事编得不错 只不过 既然是你们亲自买的 那我想 新股摘的人肯定也跟你们说过吧 新股摘所有的票据上 都是有编码的 而每一个编码 只能对应一件古董 最重要的是 这些古董的所有数据 包括买家 卖家 经手人 以及这件古董的各种尺寸 年代 包括照片在内 都能够在新股摘的后台查得到 你们刚才不是说 我们可以去找专业机构验证吗 倒是也不用这么麻烦 我给新股摘那边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应该就行了 不过 我可听说 新股摘那边 之所以能够在帝都立足 成为帝都这边最大的股丸交易门店 除了他们有着悠久的历史之外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从来不卖假货 就是不知道 如果让新股摘的人知道 你们打着他们的旗号 拿假货骗人 他们会对你们如何处置啊 此话一出 西装男跟皮群女都是下了一个机灵 于是 这西装男便赶忙改变了口风 略显尴尬地说道 哦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这个瓷瓶啊 好像并不是这张票据上面的 这个瓷瓶应该是我在路边随便买来的 主要是我的东西太多 不小心搞错了 事实上 这张十万块钱的票据 是这西装男专门从朋友那里借来了 原本是打算用这票据来讹这些搬家师傅 却没想到被陈东点破 此刻也只好狡辩起来 随后 西装男大手一挥 又摆出了一副很是大度的样子 说道 这样吧 反正我个瓷瓶也不值几个钱 打碎了就打碎了吧 我也不跟你们计较了 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吧 这西装男本身就是怕陈东真给星谷斋打电话 所以才会决定见好就收的 却还摆出了一副大度的样子 只可惜陈东可不惯着他 毕竟陈东平生最讨厌的 就是这种装逼贩子 再加上这个西装男 连倪红军繁华他们这些苦力师傅的血汗钱都要骗 毫无底线 若是不让这西装男长点教训 陈东算是白跟倪红军他们认识这么多年了 算了 陈东轻横 你说算了就算了 要是我不打算就这么算了呢 皮屈女顿时看不下去了 臭小子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你刚才打我老公一巴掌 我们都不跟你计较 你还想怎么样啊 告诉你 别蹬鼻子上脸啊 要不然 大不了我们也报警 你也同样吃不了兜着走 陈东毫不在意 轻描淡写地说道 你放心 我打了人 警方若是真的要追究我的责任 我肯定会认 不过我希望 你们做过的事情 你们也要认 对了 忘了告诉你们 你们犯下的 算是诈骗罪了 而且 十万块已经属于金额巨大的范畴 按照龙国法律 你们至少会判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听到这话 皮群女顿时愣在原地 西装男也是面色煞白 他们之前就只想着 占个便宜而已 可没想到 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呀 这时 只听陈东又接着说道 不过你们 倒是也不用太担心 行妻的问题 因为据我推断 要是新古斋那边知道了 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之后 估计连坐牢的机会 都不会给你们的 此话一出 西装男跟皮群女 顿时下的双腿发软 他们很清楚 陈东说的这些 都是极有可能会发生的 这一下 西装男跟皮群女彻底慌了 西装男赶忙一脸谄媚地道 兄弟 你别冲动啊 咱们有话好好说 皮群女也是换上了一副笑脸 拍着陈东胸口 昧笑着道 是啊 帅哥 给我们找麻烦 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啊 这件事情 你想怎么处理 直说就是了 我们都听你的 陈东也不卖关子 直接说道 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 泥书画书 他们辛辛苦苦 帮你们搬家 赚的都是辛苦钱 让你们把搬家费结一下 这个要求 不过分吧 皮群女赶忙一脸笑一地道 不过分 一点都不过分 这都是应该的呀 随后 皮群女冲着西装男使了个眼色 美好气地道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给他们结账啊 好好好 我现在就结账 西装男说着 拿起手机 便在平台软件上 把搬家费给交了过去 好了 账位已经结了 哈哈 西装男也是有些 也长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霓虹君繁华他们 看到手机上的结账通知 脸上都是露出了欣喜之色 然而这时 却听陈东佑淡淡说道 一千块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说的搬家费 可是十万块呀 什么 十万 西装男精的眼珠子 都快要掉在地上了 皮群女也是彻底怒了 小子 你开什么玩笑 十万块钱的搬家费 我看你这才是敲诈 难道你就不怕被抓 不怕被判刑吗 陈东笑了笑 淡淡说道 我当然怕呀 不过 前提也得是 你们敢告我才行啊 你们敢吗 皮群女西装男 当场愣在原地 怎么样 你们想好了吗 是给钱 还是报警啊 陈东看着西装男 跟皮群女 一脸玩味的问道 西装男跟皮群女 商量一番之后 最终说道 好 我们给钱 不过 我们现在手里 可没挣多钱 要不这样吧 我们也给你们 打个欠条 一年之内 我们保证 把十万块钱 一分不少的 全部都给你们 这样总算了吧 刚才霓虹军 就是这样跟他们商量的 现在他们也打算 用同样的方式 来对付陈东 说白了 他们就是想要 暂时糊弄过去 后面直接赖账 只可惜 陈东哪里会 给他们这个机会 陈东二话不说 直接拨通了一个电话 皮群女立刻警觉起来 哎 你这给谁打电话呢 陈东没有理会 等到电话接通之后 直接说道 喂 新古斋吗 我这边有件事情 想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呀 皮群女文言 顿时活都快下霉了 这个家伙 一言不合就直接翻脸 这还真不是一般的狠啊 西装男也是吓了一跳 赶忙上去拦住陈东 兄弟 别打电话 咱有话好好说 不就是十万块钱吗 我给 我现在就给 随后 西装男便赶忙拉过 霓虹军 死气白赖的 就要把十万块钱给转过去 却是被陈东给拦了下来 不要转账 我们要现金 陈东的想法很简单 这个西装男连 搬家师傅的血汗钱都能坑 可谓是毫无底线 还不知道 以后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所以 他现在只收现金 为的就是 不给西装男留下任何的把柄 就算事后这西装男真想反水 那也没有任何证据 西装男此刻 也不敢有丝毫的废话 赶忙就让皮群女出去取钱 片刻之后 皮群女便提着十万现金折返回来 西装男二话不说 直接便将十万现金 全部都交到了霓虹军的手上 看到眼前的十大红彤彤的钞票 霓虹军繁华他们 全都是一阵欣喜 十万块钱 这对于他们来说 可是一大笔横财呀 这么容易就到手了 这也太爽了 这一刻 霓虹军繁华他们 对于陈东全 都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还得是他们的东少爷呀 行了 没什么事 我们就先走了 陈东说罢 带着霓虹军繁华他们 便要直接离去 走到门口时 陈东却是又想到了什么 转头说道 忘了告诉你们了 我就在对门住 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 以后 多多关照啊 丢下这句话 陈东便直接带人离去 只留下西装男跟皮群女 一脸苦涩的愣在原地 多多关照 就这种邻居 随随便便就能把他们玩死 这一刻 西装男简直是肠子都毁清了 尼叔 华叔 你们都别站着了 快赶紧坐呀 我去给你们倒茶 陈东一边倒茶 一边张罗着 然而 霓虹军繁华他们 却是有些犹豫不决 繁华笑着说道 东少爷 我们这忙活一天了 身上也都脏得很 就不做了 别把您的沙发给弄脏了 听到这话 陈东的动作 顿时僵硬在了那里 脸色也是 瞬间变得严肃起来 华叔 你说这话 未免也太见外了 我可是你们看着长大的 我陈东 什么时候是那种 贤疲爱富的人吗 繁华这才意识到 自己说错的话 赶忙摆手道 东少爷 您别误会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只是 今时不同往日 我们这些人 这四年来早就 过得一塌糊涂 是真的没脸 玷污了您的门艇啊 繁华说着说着 眼泪都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不只是繁华 一旁的霓虹君他们 此刻也都是 一个比一个难受 脸上都是写满了 无奈与沧桑 陈东放下了手里的东西 看着霓虹君 繁华他们 认真地道 霓叔 华叔 我正要问你们呢 你们好端端的 为什么会过成了这样子啊 这四年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陈东看来 当初覆灭的 也只是陈家而已 虽然陈家倒了 可对于霓虹君繁华 他们这些人的影响 应该并没有太大才对 退一万步说 即便是有些影响 可俗话说得好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霓虹君叹了口气 无奈地说道 东少爷 我们也不想让你看到 我们这副落魄的样子 对不起 东少爷 我们让您失望了 陈东无奈地叹了口气 霓叔 别说这些了 我只想知道 这四年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霓虹君深吸了一口气 终于沉声说道 当年陈家覆灭之后 东少爷您又处于失踪的状态 我们本打算 暂且先替东少爷经营好陈家的产业 等待您回归之后 好带领陈家东山再起的 可没想到 后来帝都的那些豪门 眼见着陈家要导 竟然落井下石 不断地对陈家的产业侵略蚕 说来惭愧 尽管我们拼尽家财 也没能保得住陈家的产业 对不起 东少爷 是我们愧对陈家 霓虹君说着 直接朝着陈东 深深地鞠了一躬 不止霓虹君 身后的繁华他们 也同样都是朝着陈东鞠躬 我们愧对陈家了 繁华他们高呼道歉的声音 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 有种英雄落寞的悲怆 看到眼前这一幕 陈东的心中 却是不由的一阵酸楚 他没想到 为了陈家 霓虹君他们竟然做出了 这么大的牺牲 霓虹 画书 你们对于陈家 已经人之一尽 一点也不亏欠 我们陈家 恰恰相反 你们为了保住陈家 而变得倾家荡产 应该是我们陈家 欠你们的才对 霓虹君繁华他们 说到底 毕竟也只是为陈家 工作的人而已 俗话说得好 树倒狐孙散 锦上添花的人不少 可雪中送炭的 却没有几个 霓虹君繁华他们能够为陈家做到这种地步 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陈东随后又接着说道 霓虱 画书 这四年来 让你们受苦了 不过你们放心 我既然回来了 就不会再让你们受罪 从今天起 你们就跟着我 我们一起 重建 陈家豪门 重建 陈家豪门 这一句话 只听了霓虹君繁华他们 一阵热血沸腾 他们这些 都是经历过陈家辉煌的人 重建 陈家豪门 这绝对是他们所有人的梦想 如果真的能够如此的话 他们所有人也都会余有容焉 不过 他们却也同样知道 想要做到这一点 究竟是有多么的困难 毕竟 当年的陈家 实在是太过庞大 太过辉煌了 想要重新达到那种程度 哪里是那么容易能够办到的 东少爷 我们身为陈家的旧人 自然都盼望着 您能够重塑陈家往日的辉煌 只是 想要办到这一点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 霓虹君叹了口气 接着说道 且不说 现在整个陈家所有的资产 都已经因为欠款 而被蚕食没收 就算现在 我们手中仍留有资本 可那些人陈家的仇人 若是知道 您又附见豪门之心 只怕肯定不会隆许的 所以 依我看 眼下东少爷 你还是先 韬光养晦比较好啊 事实上 霓虹君也知道 自己说的这些话 无异于是在给陈东泼冷水了 可是 霓虹君更看重的是现实 身为陈家少爷的陈东 能够在那场变故中保住性命 就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 如今的陈东 只身一个人 势单力薄 这种情况下 最明智的选择 就是如他说的那般 韬光养晦的比较好 事实上 韬光养晦 霓虹君也只是一种 委婉的说法而已 霓虹君真正想说的 其实是 苟且偷生 没错 就是苟且偷生 如今的陈东 没有了家族的倚仗 还要时刻担心 来自于那些仇人的打压 这种时候 最好的办法 就是隐姓埋名 不要被人发现 苟且偷生 这样 至少还能保存实力 不至于跟他们一样 落得一个只能靠出卖苦力 才能维持生计的地步 老妮 你怎么一上来 就拔东少爷的气门呢 繁华称怪着 却也是跟着说道 不过 老妮说的 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呀 东少爷 我知道你想重塑 陈家当初的辉煌 我们又何尝不是想呢 只不过呀 这世上的任何一个豪门 都不是一朝一夕 能够建起来的 其他的不说 就单说启动资金 咱们现在都拿不出来呀 繁华这话的意思 其实也是跟霓虹君差不多 只不过 他说话要比霓虹君委婉了不少 说白了 他还是拿陈东 当成当初的东少爷 哄着来呢 陈东自然也明白这一点 不禁一阵苦笑 这个话书 还是跟以前一样 处处都给他留面子啊 只不过 他现在 还真的是不差这一点面子了 陈东随即说道 说道启动资金 我这里倒是已经赚了点小钱 应该也差不过够了 繁华笑了笑 不以为然地说道 东少爷 想要重建陈家豪门 一点小钱 可是远远不够的 再说了 就这短短四年的十年 你还能赚多少啊 陈东挠了挠头 淡淡说道 哦 不多 也就几百亿吧 正在喝水的繁华听到这话 直接一口水喷了出来 看着陈东一脸不可思议地道 多 多少 几百亿啊 陈东重复道 听到这话 繁华整个人都彻底惊呆了 他本以为 自家东少爷说赚了一点小钱 最多也就是几十万而已的 却没想到 一上来就是几百亿 这也能叫赚了一点小钱 自家东少爷 是不是对小钱这两个字 有什么误解呀 霓虹君他们 对于陈东的话 也都是惊讶不已 东少爷 您说 这些钱是您这几年 自己赚的 霓虹君有些不可思议地道 没错 陈东点了点头 随即补充道 不过确切地说 我手里的现金 只有不到两百亿 除此之外 我还有几家公司的股份 把这些股份算在一起的话 应该是在三百亿左右 此话一出 霓虹君他们全都是 惊得说不出话来 短短四年时间 就赚了三百亿 自家东少爷 这赚钱的速度 未免也太夸张了一些吧 这时 只听陈东又接着说道 霓虹 华叔 你们也都知道 我之前并没有实际管理过公司 在这一方面 你们才是真正的前辈 专家 所以 我想请你们出山 继续替我打理公司 不知道 你们意下如何呀 这 霓虹君 繁华他们相视一眼 脸上都是说不出的惶恐 东少爷 您说的是真的吗 难道您不想我们老 不想我们无能吗 繁华直愣愣地问道 陈东轻笑一声 话叔 您说的这是哪里话呀 你们的能力 我还不清楚吗 你们不仅能力出众 而且还曾 是我陈家的元老 这世上 还有比你们更适合的人吗 听到这话 繁华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他没想到 自己都已经混到去给人卖苦力搬家了 自己东少爷 竟然丝毫不嫌弃他 繁华想都没想 直接便跪倒在了陈东面前 承蒙东少爷不气 从今天起 我繁华愿继续为东少爷 为陈家 笑全马之劳 笑全马之劳 其余那几个搬家师傅 也都是跟着跪了下来 看到眼前这一幕 陈东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不过随后 他却是又看向了 唯一还没有表态的霓虹君 陈东略显诧异 你输 你 不等陈东一句话说完 向来老成持重的霓虹君 竟然是挖了一声大哭了起来 你说 您这是怎么了 陈东恶然 霓虹君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哭着说道 东少爷勿怪 我这是太感动了 四年了 东少爷 您不知道 这四年来 我们过的都是什么日子 这四年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资产 豪宅 豪车 还有那仅剩的积蓄 都被那些混蛋给全部夺取 我们从身家百亿 人人羡慕的老总 变成了靠出卖 苦力维持生计的搬家工人 每天都要面对上司的辱骂 顾客的刁难 我们 霓虹君越说越激动 到了最后 却是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而一旁的繁华他们 却都已经被霓虹君的话 深深触动 此刻一个个也都是红了眼眶 看到霓虹君繁华他们这副样子 陈东也是感同身受 霓虹君繁华他们这四年 可谓是从云端跌落尘埃 陈东自己 又何尝不是呢 所以 这其中的辛酸 陈东太清楚了 好在 他们都挺过来了 陈东拍着霓虹君的手臂 沉声道 霓虹 您放心 这一切都过去了 从今天起 你们将 重复荣光 霓虹君深深地点了点头 我们的荣光 本身就是陈家给的 如今 更愿意为 陈家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从今日起 我霓虹君 愿为东少爷 为陈家 再效犬马之劳 四年 他们忍辱负重了四年 如今 因为陈东的回归 他们终于能够从这生活的泥潭 澡沼泽中挣扎出来了 这一刻 霓虹君繁华他们的心中 热血狂勇 如获新生 看到霓虹君也愿意入火 陈东终于放下心来 霓虹君繁华他们这些人的能力 陈东都是十分清楚的 这些人不仅有着极强的管理能力 而且还有着极高的职业素养 最主要的是 他们对自己对陈家 都是无比忠心 有他们为自己打理公司 在帝都开疆拓土 那对于陈东来说 简直就是如虎添翼 随后 又与霓虹君繁华他们聊了一会儿之后 陈东便跟随他们 前往了搬家公司 事实上 在那家搬家公司里 除了霓虹君繁华他们 还有几个人 也同样都是当初跟着霓虹君他们一起在陈家公司工作的 他们与霓虹君繁华的遭遇一样 同样都是对陈家忠心 被仇人排挤 才落得了如今的这番下场 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如此集中的选择 在这同一家搬家公司打工 主要是向他们这个年龄的落魄之人 可供他们选择的并不多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最为主要的原因 那就是 这家搬家公司 在此之前 其实是属于陈家的 当年的陈家 无论是资产还是影响力 都可谓是巨无霸的级别 整个陈家旗下的公司 多不胜数 而且大部分都是市值百亿千亿的大公司 至于这家搬家公司 也不过是陈家旗下子公司里的子公司 至少是一个下属五级六级的小公司而已 半个小时后 陈东跟随着霓虹君繁华他们 便来到了铁手搬家公司 老王 老刘 你们看看 这是谁 繁华一进门 便冲着休息室里的几个搬家师父大喊道 正聚集在一起 下棋的几个人闻眼 顺着繁华所指的方向看去 下一刻 几个人顿时惊大双眼 就连手里的象棋 也是巴搭一声 掉在了地上 我的老花眼 一定是又严重了 我咋好像看到东少爷回来了呢 是啊 我怎么好像也看到了 真的是太像了 繁华顿时一阵无语 一巴掌打在他们的脑袋上 呵斥道 那根本就是东少爷本尊啊 东少爷 本尊 老王一脸的不可置信 这是真的吗 人都站在那里了 这还有假吗 繁华笑道 这下老王老刘他们再也坐不住了 赶忙站了起来 快步地冲到了陈东跟前 东少爷 原来你还活着呀 太好了 真的是太好了呀 东少爷 我可真是想死你了呀 王昭 刘迟他们当初也都是陈家的新妇 与陈东也都是十分熟悉 此刻一看到陈东 也都是无比激动 陈东也同样如此 对于他来说 这些陈家的老人 都是父母留给他的宝贵财富 也是他以后重振陈家的根基 他自然是十分珍惜 故人重逢 气氛瞬间无比活跃 众人像是有着说不完的话一样 只是 正当陈东与众人相谈甚欢的时候 却听一声怒吓 忽然在门口响起 都围在这里干什么呢 都不用上班了是吧 一句话 把原本热闹的气氛 瞬间降到了冰点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陈东转头看去 便看到一个西装革履 三十出头的年轻人 带着几名手下 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 为首的这个年轻人 便是这铁手搬家公司的总经理 彤健 当初 也正是他 把经理的位置 从霓虹君的手里抢走的 也是他把霓虹君 贬成了如今一个普通的搬家师傅 王昭刘迟他们 显然也都知道这个彤健的厉害 一看到他进来 顿时都是站直了身体 脸上的表情 也是十分紧张 霓虹君却是赶忙赢了上去 陪着笑脸道 同经理 您别见怪 我们是遇到了熟人 所以才会多聊了几句 是啊 关键现在我们手里也没什么火呀 我们这刚交干完活回来 樊华也是跟着附和道 原本是很普通的一句话 却没想到铜健的脾气暴躁得很 直接就被点爆了 指着霓虹君跟樊华怒骂道 公司给你们发工资 是让你们在这里陪熟人聊天的吗 手里没活 眼里有没有活呀 外面院子里那么脏 就不知道去打扫打扫吗 整天什么都不干 就知道在这里闲聊 老子要你们有什么用 几句话 把众人气得不行 尤其是繁华 此刻更是气得握紧双拳 双眼通红 这个铜健平日里就没少找他们麻烦 没想到现在屁事没有 竟然还要挑他们的毛病 这纯粹就是没事找事 就连陈东 此刻也是有些看不下去了 尼书华叔 他们可都是刚搬完货回来 汗都没落呢 连口水都没喝 你就想让他们去打扫卫生 他们只是你的员工 可不是你的奴隶 你们公司给他们开多少钱的工资啊 就这么不把他们当人啊 陈东这句话 算是彻底说到 这些搬家师傅心坎里去了 就这搬家公司 开的工资少得可怜 可给的活却是多得很 恨不得要把人踢成两半 当成牲口来使 说实话 要不是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这些人早就不愿意待在这里了 陈东的眼神中 也是闪过一抹寒意 他看着铜健 冷声道 把自己的员工当成是要饭的来对待 我看你们老板真的是瞎了眼 才会让你这种人来管理公司 铜健轻哼一声 不屑地道 该不该让我管理个公司 是你一个外人能说了算的吗 你算了什么东西啊 就是 你以为你是谁啊 老板啊 哈哈哈 身后的那些狗腿子 跟着附和哄笑 陈东却也不生气 只淡淡说道 当你们老板啊 这个建议不错 我倒是也可以考虑考虑 此话一出 铜健跟那些狗腿子 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便又扑斥一声 彻底哄堂大笑起来 你们听见他说什么了吗 他说要当我们老板啊 哈哈哈 就这穷笔样子 也想当我们老板 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简直是笑死人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铜健也是冷笑连连 只觉得自己 也仿佛是听到了 这个世界上最可笑的笑话一样 铜健嘲笑道 还真是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 他们是一群卖苦力要饭的 你是个吹牛逼不打草稿的 还真是绝配啊 哈哈哈 此话一出 又是引得那些狗腿子 一阵哄笑 繁华他们一听这话 顿时愤怒不已 不许你这么说我们东少爷 狗屁的少爷 铜健怒骂 就你们这群人 还当自己是什么有钱人 大老爷呢 告诉你们 你们现在就是一群社会底层的蛀虫而已 老子想怎么骂就怎么骂 懂吗 你 繁华气得双眼通红 铜健却是懒得废话 大手一挥 道 行了 别跟老子废话了 你 铜健指着陈东 用命令的口气道 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还有你们 铜健又指向了霓虹军繁华他们 以止气使地说道 你们也给我滚吧 从现在开始 你们都被开除了 这一下 那些搬家师傅们顿时炸开了锅 霓虹军繁华他们 也都是愤怒不已 霓虹军义正词言地道 铜健就算你是公司经理 也不能这样欺负人 我们都是跟公司签订的 有正式合同的 你有什么资格说开除就开除我们 就是 你凭什么随随便便就开除我们 繁华也是愤怒不已 铜健似乎是早就料到 霓虹军繁华会这样说 他却是一脸笑意 不急不缓地道 凭什么 就凭这个 铜健说着 直接便将一张纸摊开在了众人面前 只见那赫然是一张 投诉蛋 铜健接着说道 就在刚才 我们已经接到了希望小区客户的投诉 说你们不仅打碎了他们的东西 还对他们进行辱骂 人身攻击 他们对此很不满意 甚至还说 以后都绝对不会再跟我们公司合作 你们给公司捅出了这么大的篓子 你说 你们是不是活该被开除 希望小区 霓虹军繁华他们听到这个名字 全都是愣在原地 陈东的眉头也是不禁皱了起来 希望小区 正是他们刚才去过的地方 看来投诉的 肯定是那个西装男 还有皮裙女 陈东心中顿时愤怒不已 他本以为 给了那个西装男一番教训之后 他应该会有所收敛的 却没想到 竟然敢做出这种事情来 不过陈东 差不多也猜到了 那西装男 竟然敢做出这种事情来 只怕早就已经想好了退路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事实上 希望小区的那栋房子 是那西装男刚刚买的而已 就在陈东他们走后没多久 西装男就已经让人 把里面的东西全都搬走了 甚至还打算把房子转手卖掉 毕竟 跟陈东这样的狠人做邻居 他可没有这个胆量 也正是因为觉得 以后不会再跟陈东 有任何见面的机会 所以那西装男才敢把事情做绝 直接投诉了霓虹军繁华他们 为的 就是要报那十万块钱的一件之仇 陈东心中盘算着 那个西装男可千万别让他再碰到 要不然 肯定要让他好看 不过眼下 陈东也没时间去考虑这些了 他随即对铜剑说道 你身为公司经理 怎么能仅凭客户的一面之词 就直接开除员工 事实是怎么样的 你清楚吗 那个客户 分明就是 为了赖掉搬家费 而在故意诬陷 你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您输他们 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太武断了吗 同剑一脸不屑 我才是公司经理 我怎么处理自己的员工 需要你一个外人来插嘴吗 霓虹军愤怒不已 同剑 你这是在借题发挥 就是想要趁着这个机会 赶我们走 同剑轻笑一声 也不避讳 直白地说道 你说对了 我就是要借着这个机会 赶你们走 你能把我怎么这样 你 霓虹军气地说不出话来 这时 陈东却是开口 淡淡说道 华叔 你说的没错 以后你们肯定是 不用再待在这里 也不用再受气 只不过 咱们就算是要走 也绝对不能让小人得了志啊 繁华尼红军 他们都是眼前一亮 他们已经听出来了 自己东少爷 这是打算替他们 整治这个同剑了 这倒是挺让人期待的 同剑此刻听到陈东的话后 顿时一脸的不悦 你说谁是小人呢 同剑指着陈东的鼻子怒骂 告诉你 你个外人赶紧给老子滚出去 要不然 我就让人赶紧出去了 外人 听到这两个字 陈东不禁冷笑一声 然后有一味地道 这一刻我是外人 可是下一刻谁是外人 可就不一定了 同剑听得一头雾水 你什么意思 陈东笑着说道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只有老板才能决定 让不让你管理公司 那我现在就做你的老板好了 什么 同剑愣了一下 随即便哈哈大笑了起来 老子没听错吧 就你还想做我老板 哈哈哈哈 你是想笑死老子吗 哈哈哈哈 身后的那几个狗腿子 此刻也都是笑得前仰后合 要知道 他们这家搬家公司的规模 还是很大的 但是员工就有两百多人 业务范围 也是覆盖了整个帝都 在搬家这个行业里面 他们铁手公司 至少也是能够排得 近前三个存在 粗略估算 他们铁手公司的价值 至少也在五千万以上 就眼前这个穿着寒酸的穷小子 竟然还敢说 要当他们的老板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面对铜剑他们的嘲笑 陈东却是不以为然 是不是笑话 你们等一下不就知道了 丢下这句话 陈东便直接去了一旁 拨通了许柔的电话 小老婆 我这里有个小活要交给你 随后 陈东便把铁手公司这边的情况 大概的跟许柔讲述了一遍 听了陈东的讲述之后 柔妹子并没有太大的波澜 陈总 我查了一下 这家铁手公司的规模 并不是很大 而且如你所说 他们公司的运营情况 并不是很好 收购起来 应该并没有什么难度 我觉得 以市场价的85%来进行收购 对方应该就可以松口 只不过 许柔顿了顿 又接着说道 这家铁手公司是在帝都 您的生意 不是一直都集中在周氏这边吗 如此远距离收购一家 跟我们既有业务 毫不相关的搬家公司 这样做 好像不太划算啊 陈总 你是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吗 这个嘛 陈总犹豫了一下 还是暂时没有把自己的真实身份 告诉许柔 而是转问道 小容肉 不知道 你对帝都户口 感不感兴趣啊 帝都户口 许柔不由一愣 一时没明白 自家陈总 为什么会突然说起这个 不过随后 容妹子还是老老实实地说道 帝都户口的含金量很高 有着诸多便利 要是能够拿到的话 自然是挺好的 只不过 现在想要拿到帝都户口的难度很大 可是很难办到的 陈东赶忙笑着说道 我这里倒是有个办法 非常简单 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啊 什么办法 许柔好奇地问道 嫁给我 陈东直截了当地说道 我现在是帝都户口 只要你嫁给我 你就顺利成章地拿到帝都户口了 你觉得怎么样啊 听到这话 许柔顿时一阵无语 片刻之后 只听许柔声音高冷地道 还是算了 我仔细想了想 帝都那边其实也没什么好的 我还是更喜欢县城 好了陈总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挂了 不等陈东再说什么 许柔那边 却已经挂掉了电话 听到电话里的盲音 陈东顿时一阵郁闷 这丫头 怎么说变挂就变挂了 你是更喜欢县城吗 怎么感觉 你是更喜欢 离我远一点呢 电话那头的柔妹子 却是比陈东还要郁闷 为了一个什么户口 就想让自己 嫁给一个猥琐上司 把自己当什么人了 无耻 片刻之后 陈东便又重新回到了 搬家公司的休息室 刚一进门 童剑他们便直接言语起来 看来谁来了 这不是我们铁手公司的老板吗 老板 您来了 怎么样 要不要我们给你磕个头啊 哈哈哈哈 童剑也是一脸嘲讽地说道 小子 你还敢回来 怎么 还真想让我找人 把你赶出去啊 陈东轻笑一声 连自己老板都敢赶 你胆子不小啊 欲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番茄故事的 你就点点订阅 爱番茄故事的 你就再点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